这边意大利的手工花砖 然后整一个就是格局等等的 这全都是以前的 所以这种老的文物和老的建筑 很好的把它活化利用起来 延续它新的一个生命 像现在提到了很多这种政策的 这种推进和这些更多的实施 也是让更多的广大的民众 让更多的能去很好的 以自我力量来参与进来 让大家能更好的 把整个广州建设更好